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知道难得糊涂才是福 却忍不住要为天下 天下赞上灯糕一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下赞上灯糕专句一步步 谁说书生百物一用 几更了 回万岁三更了 有事儿吗 有 小月姑娘在门口耗着呢 不然就冲进来了 轩轩轩 车 皇上 皇上 小月叩见皇上 小月 什么急事又夜闯进宫啊 皇上出大事了 那个观察人家的院子着火了 着火了 人呢都跑出来了吗 不知道 京城之治怎么会这样 小月别着急 好在烧死人不是那么重要 朕明天一早上朝就都知道了 不行啊皇上 我家先生还在里头呢 季晓岚 是啊 他到那干什么去了 送饭嘛 那现在人呢 生死不明 生死不明就不用着急了 小月啊 这天下除了朕能取季晓岚的脑袋 那朕还不信 这火龙王还能取了他的命不成啊 那可说不定啊 皇上 你想想办法吧 记得烟袋长的腿他会跑 明天一早 朕到朝上就什么都知道了 你退下吧 顺行 您是在 回去歇着了 这 皇上 把杜晓岳的腰牌给他收了 这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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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月姑娘 请吧 老爷 四更了 该歇歇了 不歇 不歇 要跟就没打算睡 也该上朝了 真的就 烧死了 奴才看的 这这的 想想真可怕 朝廷大员 朝廷大员就这么活活的烧死了 接下来 老姬啊 你的冤魂可别来找我呀 我 我 我跟这事一点关系都没有 一点关系都没有 烧死了 真的就烧死了 万岁爷 驾临前清宫 我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周爱军平身 谢万岁 有事早到 无事退场 都没事啊 祝月爱卿 朕怎么看着你们这个个脸上都写着有事 就是不张嘴的 没事 没事是吧 那朕说一件事 朕听说昨天晚上京城有个宅院失火了 顺天府 回万岁 臣不知 李潘远 回万岁 臣也不知 行不 回万岁 臣实在不知 嘿 臣是一问三不知啊 嘿 我就是不知道 他就是 当着嘴 说不知道 不知道这三个字是你们做官的发跑 臣能万死 假话 嘴里说着罪该万死 心里想着我臣就是不死 我就是不死 我看你这皇上万岁奈我何 不知道是吧 都不知道 何大人你也不知道吗 回万岁 奴才知道 他总有一个知道的啊 可你知道为什么不揍啊 回万岁 前日朝上奴才所揍京城有一家药房失火一事 实在是隐小失大有误朝政 所以今日上朝不敢妄揍 请皇上恕罪 老季说对了 他就拿这话堵我呢 嘿嘿嘿你看看 看看看看这又是真的不对了不是 烧了个小小的宅院值得这么大惊 你小怪的吗 不知道 啊 顺田府李潘苑刑部 臣是不知道 朕就着你们去查 三天以内查不清楚 朕就以不知之罪罚你们 起来吧 切万岁 说点国家道事吧 朕自登基以来 西平准高尔大小金川 南丁 台湾缅甸安南 年年征战 年年花钱 可是打仗花钱是天经地义的事啊 可是这银子他禁不住花呀 小月姐姐 小春 不哭啊 只要没看到死人就没事 小月姐 我没哭 集结让他们烧不死 烧不死 你怎么知道 只要有那个箱子在 他们就烧不死 傻孩子 那么小的箱子 怎么能抓那么多人啊 小月姐你来 小月姐 嗯 你打个看看 原来是个地洞 真的没死 那他能去哪儿啊 魏国宝土乃当朝一等大师 朕要再定安南 缺饮百万余粮 不为爱卿 有什么办法呀 难道就没有一个人能替朕分忧吗 唉 朕真是快成了孤家寡人喽 没说的就退潮吧 有钱 方岁爷 有钱 有钱吗 有钱 啊 万岁 有钱 就看您愿意不愿意拿了 记下来 你 你怎么这个模样就上朝来了 啊 你 毕小兰你怎么这么就上朝了 太失忆了吧 哦 你是又疯了 没疯 万岁爷 没疯啊 臣明白了 那大火熊熊 没把臣烧死了 我倒给臣烧明白了 臣怕来晚了 不能替万岁爷您解忧了 所以就衣冠不整 有点失忆 万岁爷 您不会怪对臣吧 不怪 见怪不怪了都 那季爱卿你说你有钱 啊 回万岁爷 有钱哪 就看您愿意拿不愿意拿了 无济之谈 万岁 季小兰灰头土脸上朝 先是时宜 此时又言语含糊 绕来绕去 实在该给他治罪 嘿 方大人所言即是 可是方大人 你有百万两银子 为朕解忧吗 臣 臣没有 那你的话朕就不听了 现在国家缺钱 嗯 季爱卿你说你的钱在哪呢 钱在万岁爷亲戚的家里 大胆 季小兰你今天上朝就疯疯癫癫的 诗语诗疑 朕要不是念你为家国天下 早就治你了 你再说话这么无辙无拦的 朕不治你也不行了啊 万岁爷 那钱原本可是国家的呀 季小兰你又话中取宠 国家这么缺钱 那国家的钱怎么 他就跑到私人的家去了啊 啊 除非他贪赃枉法 朕的亲戚 这哪家亲戚啊 是内务府齐俗徒家 万岁 真冤枉啊 季大人请起吧 谢万岁 季小兰有凭证吗 万岁爷 臣要是拿出凭据来 您是办还是不办呢 皇上您听清楚了吧 季小兰这话有要挟之意 数大不敬啊 季小兰你这是逼朕呢 皇上 臣不敢哪 何大人 我只是求皇上一句话而已 万岁 臣若是说出了凭据 您说是为国为私 为情为公 哪头重哪头轻 您还掂量不出来吗 臣若是拿出了凭据 您该怎么办 您是办他吗 还是不办他 臣只是求您一句话啊 万岁 啊 季小兰你这是将阵一军哪 那季小兰 朕今天当着百官的面 说一句话 朕一定要一如既往 如果朕查出来 事实属实 不管是谁一定言办 谢万岁 好险啊 皇上跟老季 是不是在唱双簧啊 幸亏我没多话 季小兰你的证据呢 请皇上恩准 招臣的证人上殿 那你还有证人呢 那今儿就 破例让你的证人上回殿吧 谢皇上 来 皇上有旨证人上殿了 来 见过皇上 曾明叩见皇上 免了吧 谢皇上 皇上 这些人都是内务府招募的工匠 齐俗图如何巧立明目 偷工减料 大师历年功成之资 问问他们便知道了 他们都是臣的证人 臣这儿还有物证 皇上请看 此银乃国库之银 这银子是齐俗图 假装出殡 藏在棺材里 妄图逆藏的 为此元宝 陈等 昨天晚上差点被他烧死 现在还有荒院废墟为正 啊皇上 真有这事啊 齐俗图你有什么说的 万岁 真美 你最好没有齐俗图 你们家几代褒医啊 从伺候圣祖到如今 个个都是忠贞不二的 几代人死的死伤的伤 满门的忠烈 朕也受过你们齐家门下的伺候 也是很有心的 但是今天说的事要查有实据的话 朕今天对着大臣们 说的话你都听见了 想护也护不了你了 万岁 看在祖宗的份上 谁饶过齐家一门吧 朕本心想饶你啊 可是君无戏言又不能反悔 来人哪 摘去齐俗图顶带花铃 着两步衣服查办 齐家的财产啊 经查清后封存伐磨 押下去 万岁开恩 万岁开恩哪 何大人 何何大人 皇上 有关齐俗图侵吞酷炎之事 奴才正有重要的证据相邻禀报 你也有证据啊 季晓岚 咱们这么说这事要是查出来 子虚乌有 朕连你一块办 退朝吧 退朝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万万岁 刘大人 刘大人 等等等等 今儿还吓人哪 哎 想不明白 今儿这处啊是灰类斩马素 哎 难说何大人来了 哦 何大人 何大人 嗯 今儿这茬是把皇上挤在这份上了 还是 还是早就商人好了 故意演给我们看的 你这么说也可以 你这么想也不错 总而言之啊 哎 半君如半虎啊 吓人哪 这可是你们说的 我什么也没听见 没听见呢 啊 娘娘不好了 外星也来了 这是什么事啊 这么慌慌麻麻的 非得真来不可呀 娘娘娘娘娘娘 是不得 是不得呀娘娘娘 林飞 你干什么 我说我自己给你看 不停 我说我自己给你看 不停 下来 万岁爷 奴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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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婢是欺嫁的人 没有欺嫁 奴婢 奴婢不容死啊 林飞这是开玩笑吗 本一位怎么都学会了逼朕了 还学会耍小镜子了 真在电视上让那个季晓兰给逼的 话干话给逼成这样了 只欺嫁也是出于无奈啊 无奈 一国之君都有无奈 那奴婢 就不成年了 朕身为一国之君 凡事当以江山社稷为重 至少如今朕也不想说什么 要你知罪就和娘家一块去认罪吧 要是一意孤行 都不能念及和朕十几年的夫妻感情 那朕就随你自便了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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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狠心 你 你 皇上 走 快快 快 回这 —走 开 开 快快 快紧 小春 去 叫他们吃饭了 小月 你说的没错 那天我就决出来了 我这是有点不太稳当 来来 我 不用 不用 可是 那个 不是 不是 我说哪儿了 我说是有点不太稳当是吧 可是那天我一进这个院子 我就发现了 我不怕了 为什么我不怕呢 小春啊 你叫他们都来吃饭呢 不是说了让他们来吃饭了吗 大力他们呀 在那个箱子里 箱子底下 他的箱子没底 底下是个挺长的洞 一直从那院子外头呢 嘿 我想啊 你们想 听听听听 一根草呢 你看 一根草 对了 我那天看那箱子的时候 这孩子还吓我一跳呢 可是我一看那箱子我就想 嘿 我这心里就稳当了 想害我呀 你们想害也害不成啊 你说是不是 说实话呀 那大火烧起来了 哎呦 烧得可真猛啊 嘿嘿 好看 轰轰烈烈的 嘿 嘿 如白昭啊 我想反正你这大火也烧不死我 所以我就一边假装地喊 救命啊 救命啊 其实我在那看大火呢 哎呦 大火都冲了天了 哎 晓月 你要是看着那情景啊 你也一会儿高兴呐 你别说了行不行啊 大火 好看 你知道大火是会烧死人呐 你知道那两天 我们是什么样的心情啊 是 是 是 我说这些就是想让你解解闷 谁让你解闷 谁让你解闷 你知道 你明知道死不了 干嘛不转告给我 你知道那两天 我们有多着急啊 季先生 你看九月节 为了在砖头里扒你们 把手指头都磨烂了 哎呦 来来来 让我瞧瞧 我瞧瞧 哎呦 疼死了 疼死了 十指连心 十指连心啊 连的又不是你的心 哎 怎么连的就是我的心呢 你要是真的心疼人啊 你逃出来 就应该回家报个平安 害得我闯了回宫 挨了皇上的冷言冷语 你别说啊 我出来以后啊 我第一档的事 就是想要回家报个平安来 可是我一想 不行 齐家人肯定是跟着我呢 这不连累了你们吗 先生 你把晓月当成那种贪生怕死 怕受连累的小人了 好好好 我错了 我错了 我害得晓月 伤心着急了 我错了 行不行 不行 对 不行 我看也不行 季先生 人之朱庆本善 您这样是不行 这 怎么这样啊 到时候都是我的错了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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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行 行 我自个儿吃 就 坏了 我忘记大事儿 晓月 快给我备车 我有事儿啊 不给他喝 咱大人跑进小人过 哎呦 来了 哎呦 来了来了 哎呀 哎呦 我这是紧赶慢赶 说的是不是这儿啊 是我来晚了 来晚了 来晚了怎么办呢 来晚了 罚 来晚了 罚 对对对 罚他没记性 得得得罚罚罚 罚吃菜不罚啊 我吃过了 那就罚喝酒吧 我今儿可是真倒霉啊 我没看皇帝里外不是人 我喝了啊 别别别 罚酒啊 没死你了 没死你了 搁这儿 搁这儿 没得喝 没得喝 不用罚不用罚 找你罚到什么 好 这儿不是装疯卖傻的 可能我那疯了 对对好主意 把那装疯卖傻的劲 再小一遍 小一遍 什么装疯卖傻 哪儿啊 在楼里啊 忘得倒挺快的 什么记性在楼里 何大人 在楼里我装疯了 当然了 什么记性 喝 小给他看看 对对对 何大人你小给我看看 小给我看看 提醒 他说凭什么我小 提醒 提醒 来来来 就是那个 一边转着什么什么 一边念叨着 就就就那样 哎呀 这站的高处 哦对 站还挺高的 来来来来 这 来一个 就是就是 怎么怎么转着 什么什么 叮当 叮当 海螺烧香 哦 下面什么呢 精米细笔 对 精米细米 放屁是你 放屁是你 别喝 就他这样 来 赶紧你了 来一遍 就刚才何二那样 赶紧你了 何大人 您真是比我都疯得像 三爷呀 我都忘了我什么样了 何二就算带我 那是 不是不是 他不想受罚 你就是不想受罚 也欠过你那德行 别问你啊 人都说吃了药就疯 你怎么蒙过去 他怎么装的那么像呢 像啊 那不是真的 蒙鬼吧 不行 你得来一遍 罚了再来一遍 来来来来 别罚了 别罚了 我说说也无法了啊 说说也无法了 三爷 我给您瞧点东西 您瞧瞧 看 黑石头籽 对对 黑石头籽 都不对 瞧见了没有 这个呀 是毒黑了的银子 您看 酒是白的 我把这银子放进去 怎么样 酒黑了 银子成白的了吧 老季我在牢里啊 就是靠着这些银子 来验毒吸毒的 那汤呢 能倒我就倒 不能倒的 吸完毒之后 我照喝 干什么 还想再封一回 皇上 喝完了之后 他得吐出来 恶心气 够难为的 何大人呢 看着 我是想把汤给喝了 其实呢 等人一走 我又 给他吐出来了 真恶心气 我要告诉你啊 有时候人呢 不是那么好加害的 没人想害你啊 万岁爷说的是 谁想害你了 不过老季 从今往后啊 可真没人敢相信你了 明天你装疯卖傻 都装得这么像啊 是 是是是 何大人 我装得像吗 其实 皇上才装得像 怎么又跑我这儿来了 皇上 您瞧瞧 前日您在大殿里 那么好好的演了一出 借刀杀人 哎 说什么 不是 我是顺着老季那话茬 就 就吐了出来了 这就是老季 老季说的 朕怎么借刀杀人了 嗯 嗯 那朕怎么借刀杀人了 你说 万岁爷您您别生气 您别着急 听老季我慢慢跟您说 其实呢 万岁爷这心里头啊 早就想把齐刀人给办了 可是又 可是又爱着亲情的面子 不办吧 不甘心 要办吧 您非得等这事情闹大了 您才好出面呢 烧就烧吧 闹就闹吧 毕竟闹得特别的大 您才好下手 假装是话赶话被老季给逼到这个份上了 其实那是借老季的刀收拾齐家的人 伤心呐 落泪呀 要杀四个家人舍不得了呀 其实是一箭三雕 一是把齐家人给办了 二是打仗的钱也有了 三是这个不是您情愿办的 是后宫太后发话了 说什么呢 说这全是老季那个馒头馅给逼的 要怨呢 怨老季去 到了到了啊 老季我再聪明再诡诈 也就闹了一个装疯卖傻 所以说呀万四爷您胜名 您借老季的刀啊 把齐家的人收拾的是干干净净 后宫还不落埋怨呢 所以说万四爷您是真胜的 我们这给您磕头了 那去去去去坐坐坐坐坐 瞧你们俩这一唱一和的 你把朕都说成什么人了 朕从来做事都是光明正大 从来不干这偷鸡莫搞的事啊 得嘞 算我没说 下回到这儿 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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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叮当叮当 和海螺上香 精米细米 我放屁是你 来 东西 东西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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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 东西 来了 来了 来 一拜天地 天地老天大 很好 谢谢 二拜正堂 最好 夫妻对拜 行了 来了 再来一次 уется 再来一次 小月啊 你瞧着别人拜堂 伤心了是吧 我猜不是呢 你怎么也跟着出来了 是你伤心了吧 是那还用问吗 看着他们这样我就想 我什么时候能 洞房花竹 你啊 等着吧 记者人 该来客气啊 该入洞房了吗 对对 恭喜恭喜 金大人 日前路过公布园门 看见里边在大兴土木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一场大火把钱烧光了 只好通修 还望何大人从户补多拨一些款项 如何呀 金大人呢 这件事我正想问你呢 好好的衙门怎么就走水失火了呀 我听说当时有人在衙门里大做法事 这使火星四溅引起了火灾 这件事情 行了行了行了 记下来 你这纯粹是胡说呀 公布乃我朝中衙 怎么会有人在里面做法呀 就是啊 金大人放心 你尽刻意去大兴土木 多谢多谢 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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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忽然想起来啊 你看啊 公布失了火 金尚书 大兴土木 这五行可就差一个水了 过去 公布管水利 故有成水部衙门 有水 有水呀 那五行就全齐了 好好你等啊 哎 纪大人 纪大人 何中堂 有何见叫啊 是这样 我刚才啊 琢磨出一个上帘来 想请纪兄不吝赐教 对个下帘如何 哦 这是要考我呢 哎呦 挺好啊 我这上帘是 水不失火 金尚书 大兴土木 哦 这里含着金木水火土五行呢 哎 哎 啊 您请 何大人 啊 咱俩同朝为官这么多年 我今儿才算仔细看了看 啊 啊 何中堂你虽是北方人 可是长得是清雅俊秀 如南方人一般长相 可以用两个字形容 漂亮 这这这这 算了 我我自个儿长什么模样 我自个儿心里有数 啊 别打查 别打查 啊 哎 能对的事了就对 对不上来 咱们赶快上朝 你别着急 你别着急呀 何大人 你听我说嘛 是吧 你这个 以金尚书为题 啊 我得以和中堂为对 我 啊 啊 你看 你这里头有 金木水火土五行 啊 我得用东西南北中五方相配 那可不错 我听听 哦 你这上帘是 水不失火 嗯 金尚书大兴土木 哎 谁 金木水火土都有了 啊 我 哎 哎 何大人 你过去老挤兑我 我要给你对上来 你不许生气啊 假的你说的 你对的是我高兴 我生什么气 你说你说 上帘是 哎 水不失火 哎 金尚书大兴土木 嗯 金木水火土有了 我下帘配的是 嗯 北人南下 和中堂什么东西 嗯 嗯 和中堂什么东西 接下来 你骂我不是东西你 你说你是东西吗 何大人 啊 功不失火这么大的事 你身为军机首辅 你不着急 你还拿着事做对子呢 皇上驾到 你身为军机首辅 让真的 都说 传名 可是以前做我们的 world 有提心 了 这品魂 kasih 皇上是否龙体欠安要不要传御医啊 臣吴兴兰献书一本 皇上只要彻读此书便可百病不勤 从此远离钥医 再也不用传御医了 有这好事吗 佛法新经 自佛法入中途以来称得上经的只有六祖谈经一本 这本号称是经啊 朕倒要领教领教了 皇上臣有事要奏 说吧 功不失火 据说是从上书到唐关 全都沉迷于皇上您手中的这本所谓的经书 在唐上大做法事 是公布走水而不能救 有这等事吗 皇上 绝无此事 接下来纯粹是道庭图说 督察院 皇上 督察院不知 督察院 督察院总天下封县 监察着六部九卿 各部司内务府 对外监察着全国各省 对官风励志至关重要 而近年来呢 毫无建树 各道 御史所奏 都是皆无关痛痒 与政要无关的 但纪晓兰所奏之事 你们居然毫无封闻 皇上 科大官员不能尽忠尽职 必须严加益处 也是臣等失职 让皇上 烦忧了 督察和珅 万分惶恐之志 他们固然有责任 但是敢不敢上书禁言 弹劾权贵 最关键的人 还是长院的左都御史 左都御史的人选 最重要的是 要能够表率群臣 激励政绩 今天我们就议议 左都御史的人选 诸位爱卿 你们就议议吧 皇上所虑极是 奴才以为 胜任左都御史者 第一 必须有资历 威望 第二 要有见识 胆略 第三 办事稳妥 第四 要有学问 奴才以为 侍郎吴醒兰 堪当此人 诸位以为如何 何大人所言极事 吴醒兰 原来是你的老师嘛 现在又反过来 认你为师了 就是刚才这位 就是刚才这位 献诗经的人 季晓兰你看 皇上 督察院所辖六科己事 十五道监察御史 全是科甲正途出身 顾唐院士 顾唐院士者 守在人品 必须清廉正直 不阿富权贵 还要保学名礼 是临重望所归 才能够 砥砺正气 领袖群伦 皇上 此人 臣以为要认真临选 那季晓兰你干怎么样啊 皇上 季晓兰行事偏急 讲话不讲分寸 难免误事 请皇上三思 季晓兰整日喜笑怒骂 坐镇都院大堂 有识体统 季晓兰虽然读书不少 可是不懂刑律 如何担当此任 行了行了 照你们这么说 季晓兰是一无是处了 四库全书何等的大事啊 他误事了吗 所著四库全书总录和提要 谈古论金 调分履系 写得公云而得体 被世人誉为经典的传世之作 哪一点偏激了 哪一点没有分寸了 至于嬉笑怒骂嘛 那是个人习性而已 谁规定的左读御史 必须天天板着脸子 启用姬晓兰 正和正义 就这么定了吧 侍郎纪晓兰升任左读御史 明日道愿上任 臣纪晓兰谢主龙恩 起来吧 谢皇上 不过此之位至关重要 朕还得嘱咐你几句啊 臣恭听圣讯 第一 你还记得杭州府顾教子的事吗 皇上 臣记得 你引用京师的谚语 把第二个教夫比作御史 说什么叫不敢出气 是 话虽粗俗 但也不无道理 季晓兰啊 你上任之后 要好好地调教那帮子御史 教他们以后禁言奏事啊 不可以敷言筛责 臣谨记 一定让他们敢于 出气 第二 大小官员违法 无论是亲书贵贱 都不能 瞻循回户 第三 朝中为官 难免有个意见相左 或者一向不合的 不可以捕风捉影 暗中报复 总而言之 要明贪连 便中间十大体 朕对你可是寄予厚望啊 季晓兰 你要好自为之 臣谨记皇上圣教 参见总县大人 各位免礼免礼 遇事海生 参见总县大人 海生来 请 各位 这次我又回到了督察院 我要切实进行一番整顿 还希望各位 献计献策 我这里 仰仗诸位了 对了 海生 这次公布失火 多亏了你告诉我 要不然险些让他们蒙混过去 我要彻底清查此事 你还要多多出力才是 属下一定尽力 好 浴室留够见过总县大人 咱们可是老熟人了 刘御史 你我 虽非出见 以后同院共事 也尽可以随便一些 可是今日 你初见上官 竟然如此不讲规矩 如此减慢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我刘某人为官 一不贪赃 二不受贿 没有必要巴结上官 更不会溜须拍马 而且 纪大人勇于匹服 我刘某人跟纪大人 似乎没有什么可说的吧 刘御史 你这番话什么意思 不理我 以为这样一打坐就成了佛了 我可告诉你 这佛呀 它有真有假 有的时候 那小鬼也会扮成佛 刘御史 纪大人 纪大人 别理他 他是和珅的爪牙 一贯张扬跋扈的 特别是最近练的那个神功 整天阴阳怪气的 纪大人 别生气 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小你说的 跟他一般见识 他也配啊 纪大人不知道 如今李二这个村汉 在精神呼风唤雨的 猖狂的不得了 是啊 我也想过 这种装神弄鬼的家伙 每朝每代都有啊 怎么样 查得出来吗 难 如今李二这个村汉 神龙见首不见尾 而且他们相互作证 坚持当日不再公布 是啊 这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啊 要抽丝剥茧 一点一点的来 是 季晓岚 陈在 你刚上任 你就立竿见影啊 朕收着五封玉使的奏折 头一封就是奏你的 二封玉使的奏折 一封玉使的奏折 天南地北的人 江道里的诗之计 天上君王唐下尘 心存百姓的人 百姓心中自有你 说的都是鱼 说的都是鱼 唱的都是鱼 铁齿同样 两片醉 吃的是下锅的鱼 说的都是鱼 唱的都是鱼 铁齿同样 两片醉 吃的是下锅的米 走的是人间的岛 唱的是顶峰的鸡 铁齿同样 两片醉 百姓心中有了你 走的是人间的岛 唱的是顶峰的鸡 铁齿同样 铁齿同样 两片醉 百姓心中有了你 铁齿同样 一片醉 百姓心中有了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